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时候老师你有一个他用药对不对他做的好不好那些事吗 有 心里边很清楚做每件事包括抢救 就像当时有一个就是做那个要给我去这个里边就是把药注射到他要管道然后把药注射到这个肺里边洗肺嘛 洗肺一开始都是在那个护研所做的后来要转到那个护研所说他们那个主治医生说反而转到薰科做 但是当时我就知道我说如果今天在薰科做我可能会经历一些结束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技术不够 就是我感觉不行但是呢因为那个组治医生一定要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呢如果是他一定要这样做就好像看不起他们是因为他是组治医生 因为我是转月做嘛不断的两个一月跑那么就做吧 但是我知道你肯定会经历一些东西 然后当你进入那个那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旁边就是个太平街那个做这个的时候那个房间个太平街是矮子的 然后我走过去的时候当我睡在那个手术那个床上躺进去把我推进去的时候 我就觉得今天就完了搞笑又肯定今天就是不死也得不重心就好像 那就感觉我就是觉得叫腿就人家要受刑了把你腿到刑房去了 就是提醒了就把你提进去了果然很简单的一个在那个组已经做了很多次了 而且用药什么全部一样但是就是在那做到药水进去的时候过敏了 他那种过敏很厉害的他是把药水从鼻孔直接进去灌到肺里边 一旦过敏肺就膨胀的很大嘛而且呼吸完全没有了他最要命的是整个支气管全部 我本来就窄他他他他过敏的时候他就肿起来一周就堵塞了嘛 然后最要命的还有就是他会影响到心脏心脏的脉搏在三四百下 你想那他不断的跳而且根本就控制不住就是完全过敏了 不断的给你在这打这个这打这个叫控制过敏嘛 根本就失控了 他医生吓得是怎么前几天一直用这种药怎么就不过敏 今天就过敏了一模一样药是一模一样 不断的给互联合打电话说怎么会过敏怎么可能 好几天就那环境不对知道吧草不对 然后啊 躺在那儿就啊 躺躺躺躺躺躺躺 然后就不行了 那些组织医生站在那儿义务站在那儿没办法 就就吓傻了 就当时那组织医生就吓傻了 然后我还清醒我还能说出话 然后我说我早上没吃饭赶紧给我注射葡萄糖 因为他是空服做的嘛 我说我注射葡萄糖以后呢我可能是有能量嘛 我就能靠住这个嘛 如果这样下去我就完蛋了 我说给我注射葡萄糖注射营养的东西 因为我是空服嘛 我感觉控制不住了 自己都开始开始摆了在那个床上 就是那个医院 然后他是不打麻药的就是做那些东西啊 然后然后直接出诊 然后然后不行了 龙哥都说不出话了 龙哥跟着我说 坐在那儿都累了 他是心里憔悴了 已经晚上因为陪床啊什么的 然后那些医生说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就在那儿说怎么可能 因为连着做几天没有 就那天反应了 然后我就说 就是连着前死也就做了很N次了 也没反应 那天不行 然后然后打了葡萄 打了靠过面 天天天几个小时以后 我知道命不该绝 但是那三个小时 因为持续了三四个小时 你很辛苦 就是你很辛苦 就是你很 你那种辛苦是说不出来的 就是 哎呀 不能说 他没说 就是你不知道咋来说 你就是 就是知道 就死亡跟你就是一转就死了 就是死亡跟你就是插接而过了 有开始 就是那种 就是 然后三四个小时以后 显示心律停下来 两百次了 四百次变成两百次 就那种心律啊 就像 你一直在奔跑 你一直在就是那个赛场上 快速奔跑 三四个小时会痠结的 就是心脏就承受不了 负荷就痠结掉了 他们就很怕嘛 就 怎么也停不下来 这个心脏 怎么也停不下来 我就知道死不了 但是自己一念 那就是学佛 功夫来了就那样 就是 头脑里边肯定知道死不了 但是我不知道难受多久 就知道说 哎呀 这次可能难受得要久一点 然后就在那儿 就在那儿 就在那儿 就快快快快 那是你控制 你不知道 如果你当时转移 可能给他一个念头 能够起床 因为80% 而且不是预感了 你认为80% 又忘记肯定 你就是肯定了 你就是 当然说我觉得 你不要认为是我 可能我这样想 可能是不是好 对 不是 不是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知道他们做不了 当时他们那 就做不了我的东西 就是当时 那个 那一块 在那个地方 我的东西还不是他做的 因为就是 他是要学人的 那个时候 但是有些东西 没办法 但是这些东西都过去了 也不说 就是我是 知道 当时其实没走一步 事情很清楚 我也拒绝打掉 就是 那些 那些 是主任啊 因为我是微重病人嘛 那些主任进来 他给你配了很多药 我有一部分是拒绝 进入我的身体的 有些进口药 什么 我不是嫌他会啊什么 我觉得没必要 这些药 我说你打进去 我吸收不了 你让我难受 然后我就选了一点点 但是就那也 初早要跌到第二天 一晚上一天 二十四小时 基本有十几个小时 十一到十二小时 再打掉 我已经 我说这些需要的 我说 没关系 我死了我自己负责 他说你不打 你死了谁负责 我说我自己负责 你可以签字 我的家属可以签字 没关系 就能够签字 我说我自己负责 我不打 这些要我不吃 这些要我不打 我就这样子说 你只能做到这些了 但是其他的人 你还做不了 就是那样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 因为他们 医生的问题是出在 就是很多医疗 现在医学院学的这些 他的观念很重要的 对 他站在某个高度去看病 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一天 周西医能够 有些都学 每个人 能够比如说站在 因为我的学的医学 是站在 是师父 站在另一位都学的 那可能有佛学的东西 有中医学的东西 而且我又接触了西医学 西医的东西 就是我的角度很多 而且我哪个都不排除 我可随时提取最有利 如果所有的医生都能站在一个 这样圆满的角度 看待病的话 尤其佛学的最高点 这样去看待病的话 我就所有的病人的福音来临了 因为当我们进入医院的时候 一个好的医生 他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 帮你治病 真是你福报大了 真的是 但是这个 如果你有好的角度 弄点 你不断的去改进这些东西 因为现在就是个中医西医 去对话 不断的去进入中国的 尤其进入中国的这种 学院 医学院啊 这些东西 把这些 它就是个角度 个理论 如果认可的话 其实很多人会受益的 不是我们培养一个疫苗的问题 一直从哪儿切入了 就是 就算是我没有传染病 那种角度也会有很多人受益 有很多人很有才华的 他只要角度对了 他会在每一个领域做出 就相应的做出成绩 他只是一直角度不对 他走走就走到死路上 他也就走不下去了 生老病死是人的 真的是苦啊 苦啊 救度重生 你解决人的病痛 我觉得是 真的是 人最苦的一个是生病 一个是心病 最苦的 就是身体得了病 很苦的 你真的不知道 他痛 你真的不知道 他难受 你体验不到他的苦 医院里面那些病人 今天走了 明天走了 那种你体验不到的 还有那种 在手术台上 逼搁来搁去的那种感觉 很辛苦的 很恐惧 很辛苦 嗯 那些医生真的是冷冰冰的 那些刀 这个体验真的是 你睡在那旁边就放着手术刀 从早到晚陪伴着你就等着割 你不小心他就等着割 割开就是这插管子 旁边一包手术刀 这边一包仪器都是冷冰冰的 你躺在那儿然后出去 24小时躺在那儿 动也动不了 你把手术插上那种 你插上那种 就是解册仪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然后你 你你你没经历过 你铁门那些 那些伪中病房 那些每一个人 他在受什么样的苦 然后我们坐在那里说 哦 一千人梦化泡影 是到那一刻呢 你真的梦化不了 你也泡影不了 啥也泡影 那就是病苦 深苦 深苦 那个时候 如果你是一位菩萨 你想的第一年是 我能发明一位 要让他解除那个痛苦 写成佛不成佛放一别再说 现在他这一刻 就床上站起来 这一刻他能笑出来快乐起来 我觉得这才 这也是菩萨要做的事 所以这一点 然后呢 才是他成佛的事 当然这是我们看得见的 还有你如果看到 三恶到地狱的哭 你能你能只顾自己 不管别人吗 那些这么哭 我们就在其他维度 就会活生生的 而且我们可能就会掉下去 你说你能你能怎么活 是不是 那不是 只要是个善良的人 不是说哪个菩萨伟大 我就只要有点善良的人 他是看不见 看见他 他也于心不忍 但是我们是麻木了 那地狱看不见 医院还看不见 因为不是自己的亲人 不感觉 就算自己的亲人 时间定的长了 也麻木 因为你感受不到他的痛 感受不到他的恐惧 感受不到他的绝望 你只该知道他病了 嗯 就这样 因为我们散乱 散乱 活得也泥毛散乱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那样 一下一下就走进去了 就那样子 就很辛苦 你觉得手术也有可能的恐惧 嗯 我觉得恐惧不是来自于死亡 是来自于手术到 就是当你 就是就是比如说 嗯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一次我比较稀叹的 我没恐惧 就是有一次我 觉得我躺在那 他要给我这弄一个 什么 呃 就是他打掉这不是 所有的这些血管都坏了 他打不 他要在这里插一个 不是留一个 留一个针灯头管吗 插一个血管插一个管 然后只要打掉这 就拿那个针头插进去 他就永远不是就这样 那个医生是个实习的 他好像是抗击我 我不觉得他 好像也我不知道 反正我感觉他很笨拙 然后拿了这么长个针 他要找我这个里边扎进去 找我一个动脉 还是在我这个脖子上扎了半天 就是找不到好像是 还是找不到 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折腾 那个针很粗啊 很粗很强啊 我是眼睁睁的 从我的脚晃来晃去 我有一点恐惧 我就说不会砸破我这个 我就觉得他会砸破我的别的地方啊 血管他会砸穿啊 就是 就那种感觉 而且那天 最好龙哥也不在 病房救我一个 就在我病房做的 我都出不去了 他不会把你拉到手术所 在病房就变成手术台了 他也没什么消毒 什么就是病床上 然后就给你前面 就大了 也就像我们理发一样 给你前面就铺了一个白单 然后拿个针头在你这儿 踹来踹去的 这就要找嘛 就找这个这里边 哎 找来找去 我觉得有点恐惧 我想喊个人 然后那个医生 有一个护士端着个盘子 那个医生给我扎来扎去的 谁也不在 当时房间 然后我觉得 哎呀 看那种恐惧 也不是觉得有点担心吧 就觉得这个人 行不行啊 就那种 哎呀 觉得这要窒息了 那种感觉 其他的就没怕了 只是觉得是挺伤心的 就这么就死了 有时候不是死了吗 有时候临死前就会 他会死了又活了 死了又活 这样子的 不是没死 是死了 临死前就会想 就这么就死了 就想一下 就是觉得很 就是有点遗憾吧 很多事没做 那些也没什么奇妙的 就是哎 人反正死亡总也 人会很难受吧 就是你不到 就是说 如果是病苦死亡的话 没有一个不难受的 多多少时候很难受 但是一旦你呼吸清下来了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就是在那最后一口气 最后一口气 跟这个世界就是脱离肉体的时候 会不舒服 我以为有什么人 会变得一直给我的 位置 就会变了 的 物质 你只会定 你认真是 beim 启 那 老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